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刻 老师向我介绍新来的小男孩 倩倩妈妈 这孩子跟倩倩长得好像 不知道的以为龙凤胎呢 我擒着笑看了一眼 男孩站在光里 鼻梁高挺 五官线条完美 让人生出一股熟悉的感觉 只是 他的眼底透着与年龄不相符的冷漠 看向我和倩倩 更是带着莫名的敌意 但我很确定 我不认识眼前的男孩 问题很快有了答案 到家时 顾明轩颓然坐在沙发 很少抽烟的她 在茶几落了半缸的灰 倩倩撅着嘴 不满地扑过去 撒着娇想夺走她手上的雪茄 爸爸 吸烟有害健康 你答应过我彻底戒掉的 可顾明轩完全看不见 往日放在掌心疼爱的女儿 一脸痛苦走到我面前 夏淑莹得了癌症 我的心被这个名字烫了一下 来不及追问 门铃响了 一个瘦削苍白的女人 牵着白天见过的小男孩出现 她柔柔地换着顾明轩的名字 明轩 如果不是得了癌 我是不可能带着儿子来找你的 对不起 当年我骗了你 分手后 我怀孕了 没舍得打掉胎 我只是太想有个孩子了 思萱是无辜的 她什么都不知道 生意场上雷厉风行的顾总 此刻难掩情绪 她走到小男孩面前 你叫夏思萱 嗯 妈妈说 我是她跟思念的人生的 所以叫思萱 顾明轩轻亮的眸子 微微上挑 夏淑莹迈着孱弱的步子 走到我面前跪下 江辰妹妹 我以为能瞒住一辈子的 可我得了病 实在没办法了 思萱她就要没有妈妈了 不能没有爸爸呀 夏思萱上前想扶起她 奈何力气太小 只能用修脑无助的眼神瞪着我 仿佛我是夺走他们一家三口 幸福的邪恶之人 我默然想起 白天的熟悉感 从何而来 不愧是父子啊 对待厌恶的人 顾明轩也是薄唇 微微勾起 眼尾下垂 带着不屑和冷漠 那一刻 我很确定 夏思萱不可能 什么都不知道 至少 她讨厌我和倩倩 顾明轩一把推开我 上前抱起夏书营 营营 我会请最好的医生 你一定可以活下去的 明轩 我就知道 你不会丢下我们不管 死前可以见到你 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知道 顾明轩把她抱得更紧 几乎将她整个人揽进怀里 天地之间 好像除了死亡 再没有人能把他们分开 一双小小的 暖暖的手牵住了我 我回过神来 抱起倩倩 转身回了房间 我跟顾明轩是商业联姻 但我们很小就认识了 七年前 我完成学业回国 她主动去机场街 车里放着宫崎骏的纯音乐 是我喜欢的千语千询 可是 面对从前暗恋过的隔壁小哥哥 我紧张地不停喝水 顾明轩不时看过来 眼底仰着微笑 红绿灯前的突然刹车 让我险些被水枪着 她拿出纸巾 凑过来替我擦拭 浅淡的男士雪松香 熏得我心圆一马 见我浑身一僵 像冻住的小雪球 顾明轩笑着摸了摸我的头 多年不见 忘记哥哥了吗 记得你说过 长大要穿公主婚纱嫁给我 想起童年糗事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后面的是水到渠成 当着爸爸和继母的面 顾明轩提出跟我结婚 圈子里联姻是家常便饭 能嫁给喜欢多年的人 我的内心有大片玫瑰盛开 以为自己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终究是我错得离谱 哄睡了倩倩 我回到房间 床铺空空荡荡 顾明轩安置夏书营母子去了 我听见他打电话给最好的兄弟宋燕 联系最好的医疗团队 堂堂顾总放下往日高高在上的样子 红了眼 哑着嗓子卑微哀求 书营只有我了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活 我从未见过如此失态的顾明轩 第一次知道夏书营是在三个月前 家里阿姨打扫阁楼 爆出一大箱东西 问我要不要 打开一看是手工织的围巾 木雕小狼之类不起眼的东西 直到我看见两人的合照 背面写着 无论如何都感谢上苍让我遇见你 落款夏书营 十四岁那年 我去了国外读书 大厅一圈 才知道那厢小物件的主人是谁 夏书营是顾明轩的大学同学 一开始 她不喜欢这个来自偏远乡野的女孩 她素面朝天 气质谈吐 跟明媛千金相差十万八千里 但胜在有一双明亮如星辰的眼睛 家教路上 顾明轩替她解决了骚扰的混混 那天之后 夏书营每天给她送早餐 动手给她坐不值钱的小玩意 无怨无悔献祭了两年 连顾明轩身边的人都看不过去 婚前玩哪个不是玩 她听话漂亮 病了累了 第一时间赶过来陪你 情绪价值拉满 两人凑合在一起熬到毕业 顾明轩忙着接手家业 对她若即若离 直到顾母让顾明轩分手 转头找到我家联姻 本以为两人在无牵扯 不成想 夏书营带球跑了 偷偷躲起来 生下顾明轩的儿子 天快亮了 顾明轩才回来 她拥着半睡半醒的我 眼底下一片乌青 沉沉 对不起 我也是刚知道那个孩子的存在 我浑身一僵 下意识推开 但顾明轩把我搂得更紧 你会原谅我的 对吗 我的心脏狠狠揪了一下 浓重的血腥味涌上喉头 这个圈子 养小三小四的人数也数不清 连我亲生父亲 也在妈妈病死不久 让外面的女人 和比我小不了多少的私生子进了门 结婚这几年 故将两家合作紧密 如果我提离婚 父亲第一个不答应 不争气的眼泪流了下来 沉沉不哭 我会心疼的 其实 婚后的顾明轩 对我很好 生日准备的钻石项链 产女那会全程陪伴 还有父亲和继母 敲打我时的权力维护 我曾想 前半生吃过的苦 她也算替我弥补了 可是 老天也好像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在我一遍又一遍爱上她的时候 于繁花盛开之处 落下无尽巨石 顾明轩用略带粗糙的指腹 替我擦去眼角的泪水 输赢的情况不太乐观 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一定能解决的 心很慌乱 我没有摇头 也没有点头 只麻木地说 倩倩该上幼儿园了 我去叫她起床 上学路上 倩倩垂着小脑袋 看起来很低落 妈妈 那个小哥哥 也是爸爸的孩子吗 女儿十个月学说话 两岁能背诗 三岁熟练切换中英文对话 我曾为她的聪明感到骄傲 现在却宁可她什么都不知道 至亲的背叛 犹如利刃穿心 我经历过的 不希望女儿重蹈覆辙 倩倩 事情有点复杂 你别想太多 只要知道 妈妈永远爱你就行 我也永远爱妈妈 进了教室 夏思轩也在 倩倩难过地抱着我的脖子 扭头想走 妈妈 我不想上学了 新来的年轻老实八卦 小帅哥是插班生 听说是某个大老板的私生子 话音刚落 顾明轩的首席秘书 恭敬走到我的面前 夫人 顾总说 顾是在这家幼儿园有股份 夏小姐接下来 要进行一系列话聊 无暇顾及夏少爷 把她送过来 是方便照顾 我攥紧了拳头 愤怒如同沼泽里的瘴气 拼命往外冒 顾明轩可以伤我如我 可倩倩是她的亲生女儿呀 转学 这是我脑海冒出的第一个念头 就像父亲让继母和她的儿子进门时 我选择出国留学 惹不起 总躲得起吧 不等我找到新学校 顾明轩怒气冲冲打来电话 江辰 倩倩太浇惯了 都把新同学打出鼻血了 我先是一愣 倩倩跟人打架 受伤了吗 她晕血的 不知有没有被吓到 然后 我想起倩倩刚上幼儿园那会 顾明轩忙着入股 我让她不要搞特权 免得惯坏女儿 可她抱起倩倩举高高 我的女儿宠上天 也不关别人的事 以后倩倩在哪上学 我把楼捐到哪 全心全意为我的小公主护航 誓言历历在目 可现在 第一个跳出来指责女儿的 也是顾明轩 我稳住心神 声音淡漠 倩倩打伤了谁 我赔 实在不行我们转学 可以吗 电话那头愣了一秒 顾明轩察觉到我语气的不耐 语调缓了下来 沉沉 对不起 是夏思轩受伤了 她哭着打电话给输赢 你知道的 她正在接受治疗 医生说不能受到任何刺激 话里话外 都要以宾死之人为先 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我憋了一口闷气 挂了电话 急匆匆赶到倩倩身边 见她没有受伤 才常常松了口气 回到家时 顾明轩想象往常那样 把倩倩抱到怀里 婉举高高 她皱着小鼻子 撇着嘴 嫌弃道 爸爸好臭 别碰我 一双大手盾在半空 她尴尬地 闻了闻身上的消毒水味 爸爸去洗澡 待会给你讲睡前故事 可是顾明轩终究食言了 夏淑莹打来电话 说她儿子受惊过度 又在洗去身上的鼻血时 弄湿衣服 半夜发起高烧 顾明轩匆匆赶往医院 守在那对母子身边 我深吸一口气 问倩倩 宝宝 你是乖孩子 可以告诉妈妈 今天为什么打人吗 她捏如了好一会 才说 是夏淑莹先招惹我的 她说她是男孩 以后顾家的东西 都是她的 她还说 妈妈你没用 被外公和狼外婆赶出门 我早晚像你一样 成为没人要的孩子 这些话 你跟爸爸说了吗 说了 可他不相信我 还说夏淑莹心思单纯 眼睛跟她妈妈一样纯净 跟我们这些人不一样 我什么都没说 默默替她一好被子 心却在滴血 七岁那年 我和顾明轩 在她家衣柜玩躲猫猫 亲耳听见 她父亲带了别的女人 回家鬼混 在她眼里 名门圈的孩子 都是在染缸里长大 只有夏淑莹是单纯的 她的世界只有无边的山丘 旷野的小溪 洁白的浮云 她也很善良 至纯质性道 有了孩子也不告诉她 默默吃苦 独自抚养儿子长大 真的如此吗 我找人去做调查 夏淑莹确实家境贫寒 父母偏爱弟弟 家里但凡有一口好吃的 都不会留给她 令人寻味的是 她跟顾明轩分手后 并没有回那个小村子 而是到了另一个 很注重教育的地方 费尽心力教孩子认字 学外语 上小提琴课 这些年 夏淑莹为了照顾儿子 只能打短工 钱从哪里来 一想到宋燕告诉我 这段时间 顾明轩不计成本地 请医疗团队 用最昂贵的药 将所有时间 用在她的身上 心底生不出半分同情 晚上 顾明轩难得回来这么早 她没理会客厅坐着的 我和倩倩 不管不顾 冲到了阁楼 过了好一会 才心烦意乱地 喊我名字 江辰 之前放在楼上的一箱东西呢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顾明轩的神情阴暗无比 嗓音夹杂着机遇喷发的怒意 你把它扔了 顾明轩 你把我弄疼了 我再问一遍 盈盈做的手工礼物 是不是被你故意扔到垃圾桶了 倩倩气急了 上前咬住她的手 爸爸 你不许伤害妈妈 顾明轩吃痛 一把甩开 女儿重重摔倒在地 我赶紧上前抱住倩倩 仔细检查她 有没有受伤 然后 用无比冷漠的眼神 看着眼前男人 三个月前 阿姨问我要怎么处理那堆东西 你刚好在国外 我让她清理后 放到你书房的柜子上面了 顾明轩头也不回 转身去翻找她跟夏淑莹的过去 看都没看女儿一眼 妈妈 爸爸怎么变成这样了 倩倩还小 即便被夸聪明 也很难理解大人复杂的情感 突换重病夏淑莹 和从天而降的夏思萱 抢走了顾明轩的全部思绪 现实编织的迷雾 犹如厚厚滤镜 让顾明轩忘却 从前对夏淑莹 不过是浅淡的喜欢 她想起了她无怨无悔的付出 雨天的伞 球场的水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冬日亲手之的围巾 那些廉价的手工 突然成了她深爱过她的证据 顾明轩沉浸在 只有他们母子的世界 权威医生说 夏淑莹最多只有半年的命了 家属能做的就是多陪伴 幼儿园的老师说 夏思萱哭得稀里哗啦 一天要打十几个电话给顾明轩 不停地问她 爸爸 妈妈是不是要死了 她要丢下我了 你可不可以别不要我 我很难用质子无辜来安慰自己 在江家 我名义上的弟弟 也是爸爸的私生子 可他的到来 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幸福 除了妈妈留下的首饰 我根本分不到什么财产 我不知该怎么告诉倩倩 一个男人爱你 才会把你生的孩子视如珍宝 可当他不爱了 你的孩子在他心中的地位 也会一落千丈 我在倩倩的房间睡着 夜深了 才被一身酒气的顾明轩 抱回房间 放开我 须 别吵醒女儿 我赌气转向一边 在床上跟她隔出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顾明轩像是这才意识到 我在生气 轻声哄道 沉沉 别不理我好不好 我对夏淑莹 没有任何想法了 有也只是亏欠 这些年 她一个人过得特别不容易 儿子体弱多病 很多时候都是她独自带着她往医院跑 可日子那么苦 夏淑莹都没想过来找我 生怕打扰到我们的幸福 我只想在她临死前弥补 毕竟恋爱时 她爱我更多 何况 我跟她之间还有一个儿子 她提起夏思轩时 语气带着浓浓的愧疚 懊恼 悔恨 更多的是亏欠 我从幼儿园老师口中 听到了顾明轩的回答 思轩 你是爸爸的儿子 就算妈妈不在了 爸爸也不会不要你的 我们父子血浓于水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多讽刺啊 顾明轩笃信 我爸有私生子 江家肯定不会 为了这是跟他闹 他也认定我爱惨了他 刚到国外的第二年 我很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和食物 特别想回来 可是我没有家了 顾阿姨趁着假期 让顾明轩来看我 在小小的公寓 庸人临时放假 我被恐怖的雷声吓醒 抱着脑袋 痛苦喊着妈妈 顾明轩睡在沙发 听见动静跑了进来 沉沉 别怕 有我在呢 他紧紧地拥抱着我 轻声哄着 可长久的憋屈和寂寞 让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 顾明轩哼唱着 Always with me 一遍遍保证永远陪着我 再后来 我在婚礼选了这首曲子 他对我藏了多年的心意 了然于心 如今 真心被荡成利刃 狠狠插在胸口 我努力保持冷静 开口问道 你打算怎么安置那个孩子 顾明轩的呼吸 带着浓浓酒味 他想也不想就回答 当然是接回来 顾家的血脉 怎么能流落在外 倩倩一个人太孤单了 多个哥哥也好 心一寸寸沉入黑暗 万劫不复 清晨 顾明轩很早离开了 夏书莹想吃以前大学 隔壁那家酒楼的虾饺 她亲自去买了 这些不是四家侦探说的 在顾明轩回来找围巾那晚 夏书莹加了我的微信 江辰妹妹 以后我的孩子 说不定还要喊你一生母亲 我想跟你交代一下 思轩喜欢什么东西 我删除了 他妾而不舍的添加 听明轩说 你不能再生了 与其等他找下一个生计成人 不如考虑我儿子 鬼使神差的 我停止了操作 我送女儿去学校 接着去了医院 准备离开时 撞见了顾明轩 江辰 你怎么也来医院了 盈盈最近状态不好 医生千叮万主 不能再受刺激了 她盯着我的眼神锋利如刀 似在防着洪水猛兽 我吃笑一声 原来 她是担心我上门找查 我把检查报告递了过去 医生说 我在生产时 子宫受到较为严重的伤害 二胎恐怕还是不容易 怀倩倩那会 我的身体不是很好 被放逐到国外前 我跟继母爆发了一场很大的冲突 妈妈缠绵病她 她就带私生子上门纠缠了 我发了狠 拿玻璃瓶砸过去 她的小腿留了疤 爸爸非常生气 妈妈前脚刚走 后脚她给我两个选择 要么去非常严厉的封闭学校 要么到国外读书 我选择了后者 十四岁的女孩 独自在异国他乡 跟语言不通的庸人为伴 生活费不多 我经常吃冷嗖嗖的面包和冰水 生病了在被子里硬扛 身体留下病根 每次来姨妈 疼得像在炼狱翻滚 顾明轩来娶我时 我想终于可以脱离江家的囚龙了 只是没料到 倩倩猝不及防来到我的肚子 我舍不得打掉 保胎了好几个月 才把她生下来 顾明轩见到我在产房大出血的样子 心疼得说不声了 去年病逝的婆婆也表示 现在提倡男女平等了 我的倩倩那么聪明 将来一样能继承家业 她越体恤 我越亏欠 顾阿姨是特别特别好的人 她是妈妈的密友 生前一直对我很好 只是偶尔念叨顾家人丁西伯 当时我想调理好身体 给倩倩生个弟弟妹妹也不错 可此一时比一时了 顾明轩有些愧疚 结婚那会 顾阿姨就心疼地拉着我 沉沉先把身子养好 生孩子的事以后再说 顾明轩还是让我意外 有了倩倩 大出血时 她懊恼抱着头 应该让我晚几年生宝宝的 可世上哪有后悔药 见我提着大包小包 调理身体的药 顾明轩主动接过 我没解释 都是普通补药 再与生孩子无关了 这次回家 顾明轩仿佛判若两人 她便回了宠妻的顾总 亲自下厨 给我做番茄牛腩 给倩倩做了她最爱的可乐鸡吃 餐桌有些沉默 倩倩看了我一眼 抬头问 爸爸 不用陪你外面的儿子 吃大餐了吗 顾明轩顿了顿 她不知道 我和倩倩在餐厅 见过他们父子好几次 亏倩是把很好的王牌 夏思轩掉几滴泪 哭诉她妈妈快不行了 顾明轩就丢下手中的一切 及时赶到他们的身边 这些荣宠 连倩倩都不曾得到过 顾明轩倾咳了几声 倩倩别乱说 夏思轩有干爹了 犯不着让我时刻守在身边 说这话时 往日沉稳的男人 添了几抹明显的造诣 我懒得多问 深夜 私家侦探发来了一张照片 和调查资料 夏书莹独自带着夏思轩那几年 有个叫吕浩的男人经常上门 她是她的老乡 两人青梅竹马 夏书莹要当单亲妈妈 吕浩提过娶她 但被拒绝 她把夏思轩当成干儿子 在工地搬砖 送外卖 开大货车赚的钱 无偿拿给她上兴去搬 看着在书房发呆的顾明轩 拿出那条旧围巾 反复妈撒 我只想冷笑 原来是有人踢翻了醋坛子 早餐时 顾明轩给我们倒了牛奶 殷勤道 周末倩倩生日 她一直想去海底世界 就定那吧 我并不热衷 上个月去过了 没必要再去一次 她豁得站起身 不是说好 我们一家三口去吗 倩倩喝着牛奶 铁撇嘴 都过期了 一点不好喝 扔掉吧 别弄坏肚子 过期不后 存在世上各个角落 允诺如此 东西如此 人何尝不是呢 可顾明轩拽住了我 那就去郊外的水上乐园 倩倩最喜欢玩水了 这次爸爸陪你玩最刺激的项目 倩倩的眼睛亮了起来 她特别像她奶奶 胆子很大 天不怕地不怕 我不想坏了孩子的兴致 点头答应 一家出行 再没有了往日欢快的兴致 顾明轩频频看着手机 心援一马 倩倩也怀揣了心事 不时担忧地看着我 难为半大的孩子 操起本不该操的心 有很多新奇刺激的项目 可惜倩倩个子不够 暂时不能玩 顾明轩跟她拉钩 爸爸答应你 等长大了 我们再来 父女俩刚玩了一会水上 悄悄板 她随身带着的手机 就响个不停 一开始 顾明轩摁掉了 可那头不依不饶 不接吗 今天周末 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事 下属不敢打扰的 准备转场 去玩小小船长时 顾明轩终究暗纳不住了 刚接通 那头传来夏淑莹绝望 又难过的声音 明轩 我们的儿子不见了 她听说 你今天要去水上乐园 念叨了一个上午就消失了 本来不想打扰你们的 但我刚刚吐了好多血 太难受了 可不可以帮我找回思轩 不然我这辈子死不瞑目 顾明轩慌乱地看着我和倩倩 我去买饮料 你们先去玩 夜幕降临 身边的喧嚣逐渐退去 她也没有回来 我问倩倩 今天开心吗 她仰着头 看着天边出现的晚星 灿然一笑 一开始有点难过 以为没有爸爸在身边 我会不高兴 可后来 妈妈耐心陪我玩了 一个又一个游戏 我好像就忘了她 忘了所有不开心 多通透的孩子 从不让自己再难过的情绪 沉浸太久 只要她学会向前看 我就安心了 车子被顾明轩开走 我只能用手机叫车 她没有任何交代 倒是夏淑莹发来了消息 江辰妹妹 抱歉哦 不小心打扰到倩倩过生日了 我不是故意的 只想看看在明轩心目中 女儿重要 还是儿子重要 在我们村 女人是没有继承权的 我只想替思轩 争取到她该有的东西 我知道 就算你捏着鼻子 让思轩进了顾家 也不会好好对她的 有继母的日子 你淋过雨 一定会撕散 身为人母 我不得不为思轩 考虑好一切 她堂而皇之宣战 无非仗着自己快死了 顾明轩已经用行动证明 她对他们母子的亏欠 高于一切情感 欲望让野心膨胀 夏淑莹不但想让儿子 认祖归宗 还妄图得到顾家的继承权 我简单回复 人在做 天在看 好自为之 可就在我和倩倩上了 计程车不久 后面追尾了一辆大货车 好在司机当过兵 她的反应非常敏捷 在车子着火时 迅速把我和倩倩拖到外面 只是火势太大了 肇事司机趁乱逃逸 我们身上被烧出 大大小小的伤痕 给顾明轩打电话 那头关机 她的秘书忐忑地向我汇报 夏小姐病情恶化 顾总启动私人飞机 带她出国 准备拜访国际顶尖名医 她交代了 这段时间 谁都不许打扰 夏思轩死活要跟着 顾明轩架不住她的哀求 答应了 养伤期间 我让宋燕联系了最好的医生 确保倩倩身上不会留下半点伤痕 我给司机众筹 送她一辆新车 以报救命之恩 其间 顾明轩没有打来一个电话 甚至不知道 我和女儿 险些葬身活海 她屏蔽掉一切信息 全心全意陪夏书营 走完最后一程 或许在顾明轩看来 她不希望余生活在愧疚之中 趁初恋还鲜活 全力以赴弥补 跟夏思轩建立良好的父子关系 做完这一切 再回到我和倩倩身边 如果顺利 她还会让我大度接纳夏思轩 从温馨的一家三口 升级为相亲相爱的一家四口 我爱她 势必会爱她的孩子 可是 感情并非坚不可摧的磐石 她更像一面脆弱的镜子 一旦有了裂痕 就永远不可能修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夏书营是个挺狠的女人 她强忍着痛楚 让顾明轩带着她 陪儿子去世界最大的主题乐园 我在朋友圈 看见她们上了摩天轮 一大衣小两个男人 穿上亲子装 守在瘦靴的女人身边 像极了真正的一家人 秋夏书营满眼不舍 明轩 我从不后悔生下思轩 她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生命的意义在于宽度 而不是长度 很幸运 我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了你 思轩很像你 无论样貌还是性格 她将来一定能成为 你那样顶天立地的英雄 字字不提爱 字字都是爱 她要顾明轩记住 这份默默付出的感情 把亏欠转移到儿子身上 夏书营也没忘记给我发来信息 江辰 死人是不可战胜的 明轩会带着对我的愧疚 好好把我们儿子抚养长大 你只是命好 倘若我出生在你那样的家庭 一定会跟她幸福一辈子的 人看人 是不是都觉得别人过得比自己好呢 我面无表情 熄灭屏幕 倩倩的转学手续终于办好 我带她回了妈妈老家 那也是顾阿姨的家乡 她们是最好的姐妹 一起考上名校 一起嫁入豪门 一起遇到渣男 妈妈们留下的人脉 帮我找到房子 也帮倩倩安排了学校 倩倩适应得很快 开开心心交到新朋友 我着手准备创业 顾阿姨在世时说过 她跟我妈梦想过 合伙开一家服装公司 好巧不巧 我在国外读的是服装设计 只是婚后 我怀上倩倩 等她上了幼儿园 顾阿姨得了癌 我把所有时间用在家庭 替顾明轩操持一切 让她安心开疆拓土 顾阿姨不太赞同 但我跟她说 有梦想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从小到大 除了妈妈 就是您最关心我 妈妈如果在天有灵 一定希望看到 我陪你对抗病魔 刚出国内会 顾阿姨正焦头烂额 解决顾明轩爸爸的情人 为她抢夺公司股份 发现我被爸爸虐待 他还抽空每年来看我 给我买很多东西 行程了 就该还 一切尘埃落定时 顾明轩回来了 夏淑莹死在国外 她画着体面的妆容 在她的怀里 恋恋不舍闭上眼睛 彻底告别这个世界 多深情啊 拍成电影都成霸 总生死恋了 倘若 故事不是发生在我的丈夫 和她带球跑的初恋身上 顾明轩回到家 发现我和倩倩的东西 都不在了 她终于慌了 接连打了我好多个电话 但无法接通 我换了手机 只在书房留下一份 离婚协议书 宋燕答应帮忙 等顾明轩签字 再通知我回来办手续 顾明轩去了江家 爸爸和继母 得知我带着女儿玩失踪 当面破口大骂 一早知道这女儿不省心 她就是白眼狼 以前容不得弟弟 现在肯定是容不得你儿子 放心 等死丫头回来 我肯定好好教训她 你儿子是不是接回家了 我就说儿子才管用 以后好好培养 别像赔钱或外孙女一样 见到外公外婆都不叫人 看着岳父为了讨好自己 不惜把我和倩倩踩到你里 她后知后觉想起 我年少时吃过的苦 要不是有顾妈妈护着 我早被爸爸嫁给六十岁的官夫了 顾明轩请了新保姆 带夏思轩 她烦闷不已 约宋宴到酒吧见面 江臣不是一向心软善良吗 怎么跟一个将死之人斤斤计较 她生不了二胎 为什么不能对我儿子好一点 你不知道书赢独自带孩子那几年有多惨 如果不是省吃俭用 恐怕也不会得癌症 宋宴没有喝她点的威士忌 抿了一口冰可乐 夏书赢的可怜 不是江臣造成的 凭什么让她包容你们 当年 你看到你爸包养小三 都恨不得提刀砍了他们 怎么到了江臣这 就必须接受第三者的儿子 顾明轩辩驳 他爸有私生子 圈子里人人都有 我又不是婚内出轨 所以呢 江臣就必须为你的不爱戴套 一次次买单 顾明轩哑口无言 宋宴一口喝完杯子的液体 站了起身 你是不是还不知道 你女儿生日那天出了车祸 母女俩差点被大火烧死 江臣为了护住倩倩 手臂灼烧严重 皮肤得定期修复呢 怎么可能 没人告诉我 你忙着带那对母子环游世界 换我 也半个字不跟你说 顾明轩终于感受到一股恐惧 她有种预感 行将失去最珍贵的东西 见到顾明轩的时候 我正带着倩倩 在设计工作室忙活 别墅有三层 古色古香 是妈妈和顾阿姨 共同好友 低价租给我的 顾明轩领着夏思轩闯了进来 我瞬间愣住了 距离上一次见面 大概也有三个月了 她衬衫有点皱 头发也过于长了 看得出没心思打理 夏思轩带着迪异看着我 看来她妈妈在临死前 没少说我的坏话 我没好气地问 你们来做什么 离婚协议书就在房间 给你留言签好寄给我就行了 怎么亲自过来了 顾明轩带着眷恋的眼神看着我 沉沉跟我回家好不好 真荒谬 她一声不吭 带着初恋出国 葬礼后带儿子散心培养感情 才后知后觉 想起家里有个老婆和女儿 然后突然出现在眼前 劝我们回去 有病治病 别来烦我 顾明轩看向正在画画的倩倩 眼眶一下湿润 跑过去想抱她 但女儿拒绝了 我的伤口还疼着呢 别碰我 她连爸爸两个字都不愿提 可见是伤透了心 是啊 经历了生日当天被撞 身体遭到火苗吞噬 在医院痛苦接受治疗 却发现她爸爸在陪她的儿子旅游 近百天没出现 再没心没肺的孩子 也会寒心 倩倩 是爸爸对不起你和妈妈 但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 可以原谅我吗 她扭过头 索性去二楼冰箱拿饮料喝 我扯了扯嘴角 行了 别逼她 反正你也不缺孩子 沉沉 顾明轩一把拽住我的手 之前是我不好 没有考虑到你们的感受 可我们好不容易 才有了幸福的生活 没必要闹得太难看 回来吧 我让思轩认你当亲生母亲 以后跟倩倩一起孝敬你 我看着眼前暗恋多年 最终得偿所愿的男人 有些想笑 顾明轩是有多笃定 才相信我对他的爱不会消失 甚至指望我像接纳爸爸的私生子一样 替他养便宜儿子 怎么可能 爱是战友 爱是独一无二 根本无法容忍第三者出现 他却拿我这辈子所得不多的爱 踩在地下见他 我从未有一刻 像眼前这般看清 顾明轩的虚伪和自私 年少时的爱慕和崇拜 在如气如素的伤害中 被烧得面目全非 我振脱他的手 用尽全力 把一个耳光甩在他脸上 无耻 你给我滚 顾明轩眼里全是受伤的表情 陈陈 你怎么舍得打我 正当他想上前强吻我时 外面传来小孩的争执声 夏思轩从楼梯摔下 声泪俱下控诉 是倩倩做的 顾明轩将注 连忙跑过去 检查他有没有受伤 倩倩气得要命 医生说我的手受伤了 不能用力 他比我大 还是男孩子 怎么可以撒谎 可顾明轩沉浸在 儿子惨烈的哭声中 不分青红皂白呵斥 倩倩快给思轩道歉 少请 他反应过来 才跑到我身边 眼里涌动着泪水 妈妈 我没有 妈妈永远都会 无条件相信你 顾明轩正想训斥 我太骄纵女儿 又想拿夏思轩 单纯那套说事 我懒得废话 直接上了监控 画面出现 倩倩气哼哼去拿饮料 在楼梯碰见夏思轩 两人不知说了什么 他就撞了倩倩一下 然后自己滚下楼梯 倩倩用稚气的铜声说 夏思轩 你老在嘴边提爸爸的财产是你的 说我只是女儿 没资格跟你争 可我告诉你 我有妈妈 根本不屑多看你一眼 顾明轩不敢置信地看着夏思轩 这些话是谁教你的 一开始 小男孩的脸憋得通红 就是不肯说话 顾明轩的表情变得严厉 他才结结巴巴地说 是妈妈 他说男孩子才有继承权 让我以后千万别让着别人 顾明轩向我保证 把夏思轩送到寄宿学校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 我冷笑 你就不怕他的干爹 再次加害我和倩倩 是了 害我们出车祸的肇事者找到了 是吕浩 他坚称当时只是意外 一时害怕逃跑了 可是 我查到了吕浩对夏书营母子的付出 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很难让人不去想 他是不是为了保证 让夏思轩继承顾家 专门害死我们母女 得知我把吕浩送去监狱采缝刃鸡 夏思轩像小疯狗一样 前来咬回来办理离婚手续的我 我没有看他小 就让着他 一脚重重踹了过去 正中心窝 毕竟年纪小 心里藏不住事 夏思轩骂骂咧咧 我认识很多字了 知道妈妈写的遗书是什么意思 他说是你抢了他在爸爸心里的位置 长大了让我帮他报仇 要不是生病 很快花完故老太婆打发他走时 给的五十万 才不要那么早让我跟爸爸相认 妈妈让我永远记住他 无论如何都不认你作骂 我最喜欢还是我的干爹 他爱惨了妈妈 什么都会满足我 他说得大意凛然 全然没发现 原本想过来阻止我动手的亲生爸爸 就在身后 顾明轩勃然大怒 找人去监狱教训吕浩 在几个童的包抄下 他被弄断了根 终于承认 如果我和女儿死在那场车祸 就可以完成夏淑营的夙愿 让夏思轩成为顾氏唯一的继承人 经历了女儿多次被诬陷 顾明轩这才意识到 外头养大的儿子从根上出了问题 他把夏思轩送进封闭式管理学校 那时我爸曾想送我去的地方 里面校园霸凌很严重 老师除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是变本加厉处罚 顾明轩好像一下子想起了 我年少时吃过很多苦 只是长大后 他被我爸做戏的样子蒙蔽 从而忘了以前家里对我有多苛刻 故事宁可损敌一千 自损八百 也不跟江家继续合作 继母骂骂咧咧 他儿子沉迷买车 课金游戏 家里的钱花得七七八八 我爸本来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没了女婿帮衬 业绩一落千丈 还打电话来骂我 连老公都留不住 生你有什么用 我反手把他告到法庭 回老家那段时间 妈妈的老姐妹跟我说 当年妈妈留了一份遗嘱 她的财产在我成年后 要爸爸割让 在法律的制裁下 我得到了一笔不错的收入 为服装设计公司注入巨大的资金 坐得风生水起 婚中鱼离了 起先 顾明轩死活不同意 我保持冷静 提起诉讼 开庭那天 他执拗表示 我的太太没有充分证据证明 夫妻感情破裂 请法官判决不离婚 早知会有暴风雨 谁还不准备雨衣呢 我把夏书莹生前发的朋友圈 按照时间线整理 还有她给我发来的 大段炫耀文字 一一清晰呈上 顾明轩的脸色难看至极 她终于知道 陪夏书莹母子走过的每一程 都在我的眼皮底下进行 夏书莹根本不像 她想象中的无辜 当年拿了她妈妈的五十万 还带球跑 是知道嫁不进顾家 打算先把生米煮成熟饭 把儿子培养好 再送回来 实现阶层跃迁 我又拿出车祸后 跟女儿躺在病床上 虚弱悲惨的合照 伤口不堪入目 倩倩更是疼得五官扭曲 眼泪替似横流 我坦然开口 法官大人 女人在最脆弱的时候 总是希望丈夫陪在身边 顾明轩做到了对她的初恋负责 但对我和女儿来说 她缺席了最重要的时刻 等于永远错过弥补的机会 这跟为什么会有月子之仇 是同样道理的 人在最脆弱的时候 急需安慰和照顾 如果没有得到 就永远不会生出期待了 顾明轩半跪下来 痛苦抱着头 沉沉 我是真的不知道 对不起 如果你觉得对不起我们母女 把离婚协议签了 抚养权给我 拉扯了将近一年的离婚 终于落下帷幕 拿到离婚证那天 顾阿姨生前的御用律师找到我 江小姐 顾老太太留下了一笔私人遗产 她说 假如有一天 您和顾先生离婚 肯定是她教子无方 于情于礼 都应该给你和倩倩一大笔补偿 一下子多了两位妈妈留下的财富 我体会到了坐以待毙的豪横感 爸爸破产了 他多次打电话来 希望我跟别家老头联姻 替他挽救公司 顾明轩得之后 跟年过六旬的大肚男老头 扭打在一起 继母想爸爸 不小心被撞下楼梯 脑袋磕到尖角 成了植物人 我想起她刚来家里的时候 她儿子诬陷我推她下楼 继母以止气势地 让爸爸关我小黑屋 人哪 千万别做坏事 不然 报应在后头等着呢 田义弟弟不愿收拾烂摊子 卷跑了他有值钱的首饰 听说很快赌光 被人卖到东南亚 爸爸守着全身不能动弹的继母 天天上门找顾明轩赔钱 某天 她扛不住了 开车撞了过去 一死一伤 顾明轩没了一条腿 爸爸也走了 她希望倩倩回去看一眼 还说夏思轩被学校调教得服服帖帖 我不希望女儿留下遗憾 带她登基 夏思轩明显傻了 说话走路非常呆滞 听说 她是被人从二楼窗户推下去 头撞在草地的石头上 捡回一条小命 可智商倒退 没人承认是凶手 纷纷指出是夏思轩性情古怪 抑郁症跳楼 顾明轩自顾不暇 没经历追究 公司也岌岌可危 她在我面前哭成了孩子 沉沉 是我不好 现在才知道 谁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复婚吧 我妈撒着无名纸上的钻戒 倾笑了一声 抱歉 我没有留在原地等人的癖好 我再婚了 先生是我的合作伙伴 她很喜欢倩倩 对我们非常好 顾明轩 你是大人了 白天少做点梦 倩倩看向顾明轩的眼神 也是充满冷漠 全然不像往日活泼开朗的小天使 只看了一眼 她就急着拉我的手 妈妈 我们该走了 不然爸爸等急了 谁是你爸爸 你爸爸在病床上 顾明轩歇斯底里大喊 可回应她的是一大一小 两抹穿着母女装离去的身影 他们穿着飘逸动人的裙子 踏着春光 欢快走向新的人生 战略 优优独播剧场